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9月30日,星期天 这次视频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昨天发生的这个事件 就是唐爽和周立波他们之间的微博啊,呼怼 还是大战,还是什么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捋一捋这件事情 他这事儿啊,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周立波见招 周立波呢,他在昨天 因为他第一个微博已经删掉了 所以现在呢,不知道他是几点 他大约是我回忆 因为他一发出来,我就看到了 我看到以后呢,就很快就不见了 我根据那样唐爽的回应呢,现在时间还在 是昨天的9点47分 那周立波的那个呢,就是在这个之前 大约是9点40分吧 这个周立波呢,就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唐爽 他那个是,那个题目是叫,什么唐爽的司 因为他已经删了,就不知道他那个叫什么了 他就发了那个,他说,指责唐爽呢,就是左拥右抱 是在夜总会里面 就是指那两个女孩子呢,就是夜总会的小姐 他这个视频发出以后呢,唐爽在9点47分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发了一个微博 我说,周立波你真够可以的,这你可以编出故事来 你让我洗把脸吃个饭 然后呢,我来告诉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周立波呢,就意识到那个不太妥当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拿下去了,删了 他就把那个删掉了 然后又换成另外一个,就不提夜总会了 然后就指示提呢,唐爽跟别人合影 他说,名人跟别人合照不是这样的 名人跟别人合照呢,应该是正人君子的 你这样呢,就叫猥琐 然后他又发了这么一个 之后呢,他又发了一个叫唐爽的标签 就进一步侮辱这个唐爽 说他就是做人啊,是猥琐 反正就是那意思 这是他的应该说第三个微博 现在还存在的就是第二个微博 因为他删掉了一个 这些呢,都是连续发的 都是在九点四十几分 九点五十几分 就是在昨天的十点钟之前发的 唐爽不是在九点四十七分发了一个说 我洗把脸,吃个饭,然后再回应你吗 好,周立波就一直等着 周立波呢,觉得呢 他这回他是非常的有力的 他占据了一个有力的地形 他是第一拳打的呢 他觉得还是比较有力的 到了大约是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周立波又发了一个微博 说唐爽,你不是说你洗把脸 吃个饭,然后就回应吗 你这个联系的这个饭吃的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我可是还在等着呢 你知道吗 一副挑战的架势 好,他就一直在等着 一直到半夜时分 就等到了唐爽的这个重磅炸弹 这个重磅炸弹一出呢 周立波就有点蒙圈了 然后呢,他哑了大约有五六个小时之后 然后呢,他又出来了 如果说被一打就销声匿迹 那绝对不是周立波呀 周立波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虽然说唐爽的这一炮 正中他的要害 几乎正中他的心脏或者是脑闷子 就这么厉害 已经证明了那个毒就是他的 他没跑了 但是呢,周立波是不会服软的 服软就不是周立波了 周立波是如何应对的呢? 大约是今天早晨八点钟的时候 周立波又发了一个微博 他发了一个微博说 这才像你嘛 这才像你唐爽 他这个微博呢,主要内容 我还是给大家读一读吧 他是这样的哈 他是这样说的 唐爽,这才像你 这才是你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的铁证如山 你不觉得从现在起 你的人设已经永久性定型了吗? 好,等我洗八脸吃个饭 再继续戳穿你和你金主的七世之作 我不知道他这是嘴硬呢 还是他真的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听他这口气呢 他觉得呢,这个唐爽啊 又进一步暴露了唐爽自己的一个弱点 他就觉得呢,我又抓住了你一个命门 我看了一下周立波这个微博下面的那些留言 看到呢,有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周立波就是全日周立波的水军 几乎在他的微博里面呢,几乎是得有90%以上的人 都觉得说那个唐爽呢,他还录视频 简直就是小人,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口径 好,这是他的回应的第一个回博 这大约是今天早晨8点钟发的 然后接着呢,他其实马上又发了一个 其实他没有去洗脸,没有去吃饭 他就是讽刺唐爽 前面的那两句话 他接着又发了一个 我先插播一段网友分析,为大家热热身 在此声明,这位网友的分析 其观点与本人认知有相同也有冲突 但我还是感谢这个网友的全新关注 深表感谢 这位网友的这个分析的题目是什么呢 唐爽今日透露胡杰视频逐句翻译 这很显然的,反正就是为周立波 来那个说话吧 周立波呢,就觉得真是对他的一个帮助 就赶紧把这个转发上来了 好,这是这个,我就不跟大家来那个分享了 完了以后呢,周立波又发了一个 周立波说,唐爽,你要还是人 我便愿意陪你一起下地狱 你看看这些曾经的对话 你再看看你今天的视频 他又贴出来了 他以前这个唐爽在他家治病的那会儿 他们的一些的对话 那些个微信留言 这些呢,其实他以前已经都晒过了 每次呢,就是当他没理的时候 当他被唐爽那个怼回来的时候 然后呢,他就开始打这个温情牌 然后就跟在情义方面 就来谴责这个唐爽 他就觉得我对你这么好 然后你都来攻击我 你还偷物视频 你还算个人吗 他就从来都不从自身来找找原因 因为我想如果你不是说你找一个 那么卑鄙的一个小人去录人家一段视频 人家只是跟同学跟那合个影 然后就录下来 然后就那个 我不知道是周立波被骗了呢 还是周立波自己想骗网友 说那是叶总会的 对吧 如果你不见这个招的话 人家唐爽能发这视频吗 这视频在唐爽的手里面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个视频在唐爽手里面 他是2017年1月24号录的 到现在对吧 都快两年了 唐爽没有放出来 其实够讲情义的了 谁讲情义 谁不讲情义 其实现在大家就是 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这很明摆着的事 对吧 合上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 现在又拿出来这些个微信留言 然后来 来谴责这个唐爽 还有啥用啊 那些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一直说不清楚了 毒 现在说清楚了呀 一直说不清楚那毒是谁的 现在就铁针如山了 就是周立波了 你还说啥呀 打这种温情牌有什么用吗 又摆出来说 他说当初给唐爽治病这事儿有什么用呢 好 刚才那个是今天早上八点钟他发的 然后呢 四个小时之后 然后他又发了一个 这个呢 其实挺长的 他说唐爽 这就是你口中要陷害你的胡杰女士吗 你1月20日从警局出来就住进了燕军家 72小时之后呢 1月24日你就戴着真眼儿 背负着使命来到我家透露 而你的胡杰阿姨还带着围头 烧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你 他就是以这种那个方式呢 他把唐爽当亲人 唐爽却把他当敌人 就想说唐爽是一个小人 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分析了 唐爽为什么能来录像 他不会说好不上的就录像 唐爽心里面已经有了那个芥蒂了 他已经警惕了 他为了这个日后自保 然后他就录了那个项 其实没有什么好谴责的 而且现在已经事实有人证明了呀 已经证明了 就算当时是一个小人 这个小人也做了一件保护自己的事情 有什么有什么不对 对他自己好玄啊好险啊 如果不录这项的话就白口莫辩 如果不录这项的话 朱利波现在得猖狂成啥样啊 前一阵子简直就把这个唐爽 就当成他手边的一个啤酒似的 想踢就踢 想拍就拍 想捏就捏 想扔就扔 然后他这里面呢 又以那个胡杰的口气 又做了一些个苍白无力的解释 胡杰说 我跟你讨论的这个呢 我的意思不是我不知道啊 然后周利波是不是从那个谁拿到这个毒 对吧 我又不知道啊 我只是一个猜测 只是一个分析 我们大家已经都听了那个视频了 那个视频可不是猜测啊 他就是知道 而且那些话呢 并不是说唐爽陷害他 并不是说唐爽就是诱骗他 让他说的话 然后给他断章取义 他那个视频 从头到尾是连贯的 他那孩子还站起来 到厨房到那边去 然后又走回来 这些全都是连贯的 周利波呢 他还好他在这个微博里面 并没有指控唐爽这个视频是假的 他只是说这个视频呢 你拿一个真眼镜头来录这个视频呢 不地道 我们把你当亲人 你却自己当小人 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说这个真的是太晚了 太晚了这周利波 周利波一天到晚的见招 莫虎啊和那个燕军 还指不定能拿出来什么呢 唐爽已经说了 这是一个开始 他手里面有一系列的证据 现在我相信网友们 比当初期待那王志安的视频 还更期待唐爽的这个爆料 周利波真的是自找 这周利波真的是作孽他 老是一人在这三个去逼 他就逼这个唐爽 其实他之前呢 他也逼那个莫虎 他没有太逼燕军 我估计他对燕军挺怕的 你看他那个硬素的那个就是 他对莫虎那一点都不重视 夫皮潦草的 就给他那个打便状就递交上去了 还说是反素 其实根本就没有反素 非常的应付 但是对燕军呢就不一样了 对燕军的那个他申请延长那个打便期 他就是欺负这个唐爽和莫虎 莫虎呢因为他受到他律师的保密义务的限制 我估计莫虎呢不好出来说什么 在法庭上莫虎一定会说的 他这件事情啊其中的故事太多了 本来他这个枪毒这案本身呢没有太复杂 但是呢他们这几个人之间呢搞得复杂了 主要就是朱立波呀 就是朱立波和那三个人 他跟每一个人都敌对 他们原本都是朋友 现在全是敌人 人家那三人互相之间没什么 但是他跟每一个人都是敌人 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这个唐爽 终于把唐爽刺激翻了 快两年的证据捂在手里都没有拿出来 这回拿出来了 这回忠一波麻烦大了 好感谢您的观看下次再见